适者来求下列各式的值 来第一小题 好 第一个数呢是2的15次方再开三次 所以呢 2的15次 对不对 然后这个根号呢 开三次的根号呢我们就把它写成是 三分之一次方 可以吗 我这样写也不知道会不会太快 我把它在旁边写好了 本来是2的15次方 然后呢带上外面呢是 开三分之一次方 开三次所以就是三分之一次方 那我再去括号就是直接把它乘起来 这样应该OK吗 好 那再来第二个呢 加上 9 的二分之一次方 9我们知道是3的平方 然后呢 再带上外面的二分之一次方 好乘上 81呢 我们也知道是三的四次方 再带上外面的 四分之三次方 好所以就是2的5次 好那这边是3的几次 这里约完之后是1 然后这里约完之后是3 所以2的5次是32 然后再来这边的话就是 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所以是3的四次方 3的四次方 81 所以加起来呢就是 8 9 11 11 3 好来第二小题呢 0.25呢 其实我们知道它就是 四分之一 然后 负 2分之三次方 那是 4 就是2的 2次 然后呢 分之一呢 那么 4就是2的2次 那分之一呢 就是 加一个 负1的次方 好所以我再去掉我们的括号 把两个指数相乘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3 那我们的答案呢就是8 再来第三小题 来 六十四分之一二五 六十四的话呢是 几的几次方 2系列的 6次 那 125呢 5 5 25 25乘以5 所以它是 5的3次方 好 那你看我把它写成这样 你说 2的6次 5的3次 次方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分开 分开的话呢就变得是 分子分母分开算 所以 分子的地方就是 5的3次 括号呢 负3分之1次 次方 然后呢 分母就是 2的6次 括号 负3分之1次方 好 所以我就会等于5的 负1 再分子 然后分母呢 就是2的 负2 这是一个方法 那后面等一下再算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我想要让它们变成 都是3次方 那怎么办 2的6次 我想要把它变成是 某人的3次 那是不是就把6拆成 2乘3 然后3留着 2呢 送给2 所以2的2次就是 4 所以就变4的3次 好 然后呢 上下都有3次 我就可以把它 送去外面 提出来 然后再乘上原本的 负3分之1 所以就会等于 4分之5的 负1次方 那负1次方 就是导数啊 所以就是 5分之4 好 那从这里也是一样哦 你看 2的2次啊 我就把它写成4 然后负1次 然后5呢 负1次 负1呢 我可以提到外面来 一样 倒数 是不是一样 等于 5分之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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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5 9